欢迎收看大爱会课室 我是碧秀 瑞珍师姐的父亲何春生 是靠着面条生意起家 生活在50到60年代 在父权社会中 何春生有大男人的性格 还有些不良序号 但另外一方面 他乐善好施默默地帮助别人 对于妻子儿女的关爱 也不曾减少 这样的角色 让饰演何春生的王自强 想起了自己的父亲 常常教育的话语 那就是做好自己的本分 奉公守法才是最重要的 而因为教育模式相似 为了前世好这个角色 王自强把自己的爸爸 那种个性原型 套用在角色当中 我在这个大爱这部戏里面 是饰演女主角的父亲 叫做何春生 那这个父亲呢 他的年代 大概是在民国50几年左右 五十几年到六十几年这个年代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年代的 台湾社会是比较传统的 他那个父权社会 所以呢 他的对孩子的教育 跟这个太太的相处 属于比较我们传统说的大男人 但是呢 何春生呢 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是他虽然是一个大男人 然后他又有一点点小小的爱等 他落寞了 老雅 唐托好 他落寞了 他落寞了 你要反映一下看你以后 看一眼笑着过来说 老雅 不要听我讲这些话 你... 你不能说话 不说啦 动作无共 动作无共 我都在说我无共 担心 你这个手要跳起 但是我跟你说 瑞珍说这个是传家自保 在我现在来看 就举起来 这个有点像可以当作是家法 如果你将来再去赌我 这支我都好好的赐后 你知道吗 好 瑞珍 你又跑去博卷 我只用这支 我会给你输好了 哈哈哈哈 咳嗽啦 我已经咳嗽了 你过来的男人就不喜欢 自宅去博卷 博到现在 又在头上要落寞 你们说好意思 继续跑下去 嘿 哎 你女人真奇怪 在家里我担心就好了 这边我还给我担心就好了 不是我担心就好了 我担心就好了 我担心就好了 哎哟 你只要我怕你 我担心就好了 她却是一个乐善好事 到处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停这 停这 好 来 连长 豆香 你带我来 豆香 豆香 来来来 我两天没吃 很苦人 阿涛 你去煮一碗米 加一些菜菜 放一口 我们老鸡老鸡牛 人都很好 阿嬷不怕人吃 来 真好 放得辛苦 把你慢慢吃 别管 我先来做事 抱歉 抱歉 不要 糟糕 水晶 你这个朋友 我请你娘 你钱自己拿 好 等一下 他是不是跑路了 哈 我就跟你说过了 跟阿勇做不好 是很危险的 我跟阿勇 自小的像 很厉害的 你就是什么大事 都说他去 有他朋友 你才出问题 你拿了 你这么做什么 你朋友自己拿走 你拿走 我还要什么 我以前在当 私人企业家的水壺保镖 做跌倒 有没有要注意什么 有 这有技巧的 就是 人的关节 就是一定是 先 一个点 屁股 两个点 身体侧面 三个点 就是像球一样 要把人 拆解成 拆解成每一个关节 然后顺着那个关节叠 把力量降到最低 那也没自我保护的方法 看到爸爸摔倒 有什么话想起来 我几岁还在地上玩 不要这样子 快起来 衣服会弄脏 宝贝女儿 说的话对吗 还不都为了你们 老了 腿没力了 爸爸可以带来拍你 好 赶快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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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觉得拍了这场戏之后 我感受到说 好像我的年纪慢慢 越来越长了 然后对很多人 世间的一些起起伏伏 我们真的认为 家庭真的是非常重要 任何的成功 也比不上家庭的失败 所以我老婆也很开心 她觉得说 老公啊 你拍了这场戏之后 好像你变得更成熟 更顾家 更爱家人 我说没有 我一直都是这么爱 所以这是我很真实的 这个体会 那也希望 藉由大爱每一出 这个精致的这个 戏剧拍摄跟这个 我们希望把爱传出去 希望透过很多 世景小明的一些真实人生的故事 经历 带给所有的观众朋友 一个心思 那真的是 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能力 范围内的 如果我们可以的话 希望我们都能够帮助身边所有的人 并且要爱这个地球 做好环保 让我们的后代子孙 能够继续享有美好的未来 谢谢 何春生的不良嗜好就是赌博 而饰演妻子何章阿新的徐乐梅 用尽所有方法 就是要督促先生 戒掉这个坏习惯 在戏剧当中 不难看到这对夫妻 最常为了赌博而吵架 但是吵架归吵架 他们夫妻两人的感情 还是很甜蜜 在角色当中 徐乐梅体会到 身为家庭的女主人 真的不简单 面对自己的先生和孩子 在相处上 还要不断地因应 每一个人的性格 而有所改变 就算是被认为霸道 被认为不好沟通 但出发点都是为了这个家 她这个角色的塑造 就是无非她就是一个 女人的霸道跟温柔 她都兼具了 她怎么霸道呢 就是说先生爱玩爱赌博 但是她要让先生能够采杀身 然后当先生他赌输了很多钱 可是他又义无反顾地 帮先生去张罗这个债务 这个截程转合的情绪 就要拿捏得非常的有细节 有诚思感 然后呢在对情感流露的时候 我就哇 喊歇斯底里哭啊什么 可是有很哀悦的那种哭泣 就会让一个扮演者 就是你要全身全身心地去投入这个角色 你才能够一张一尺 能够获得一个非常好的印证嘛 要不然你这个角色没有一个情绪 那种张弛之的力度的话呢 就会感觉是不过瘾的 对吧 所以反正在戏里面呢 我有好几场戏呢 都是关于先生的玩笑 还有让人偷笑 或者说怎么好 我觉得这一段的那种情绪的固扯呢 是我觉得作为一个角色扮演者 对这样一个情绪的流露呢 是非常的有弹性的 有彰显力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我觉得比较满意的地方 理解到说她在这个家庭当中 所承受的那种责任跟义务 那我也就是以这个心态来切入了 我觉得即使说我现在还没有家庭啊什么的 也不是做人家妈妈 但是因为我有母亲嘛 那我可以从母亲的一种身上呢 作为一个范本 然后我也会从我所接触的每一位母亲身上呢 多多少少会呢 会受到一些启发 还有一些圆形的那种启用 因为我觉得母亲呢 的伟大就在于她的爱是无私的 虽然说我这个角色里面有六个孩子 那她对六个孩子的这个培养啦 跟爱心呢 都是没有分界限的 都是一样的爱心在照顾她们 那至于说这个家庭的变化怎么样 就跟着老公 会有些纠结 跟着小孩之间会有些纠结 像我在系里面那些人就是 她做面条的技术非常好 她用做面条的技术呢 她们养了一家子 但是呢她还要拔掉 那你做人家太太呢 你会帮她拉刹车啊 因为她又交到坏朋友 然后又帮人要做宝什么的 我想这些都是一种人性的一种呈现 那你做太太呢 面对这样的家庭 这样的孩子 然后这样的先生 你自然会有种应对的心情出来了 那我想扮演者呢 无非就是从这个对应当中呢 就是适时展现到这个母亲人 这种心情啊什么的 我想所有的角色的塑造呢 都是从人性来出发 人性来出发 所以我觉得我演这个角色呢 就以同理心吧 以同理心来感受这样的一个角色 一个生命力 同时呢也要看对手跟你一种对应 所以我在这个戏里面呢 我觉得我就是很尽心的 在塑造这样一个母亲的角色 让观众觉得这个妈妈呢 是很有生命力的彰显 不管喜怒哀乐啊什么的 都能够切到人性的一种核心 因为我觉得母亲呢 她就是一种所有力量的一种一种投射 你就是在这个社会上呢 你只要是女性 她一定会面临一种 一种角色的检验嘛 是不是 那你母亲的角色检验 就像我在戏里面的那个角色一样 也是面临着所有的一种对应的 一种投射跟检验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角色呢我把它塑造的 尽量是有一种 一种人性的那种综合吧 因为我觉得她面对就是 子女有孝顺也有不孝顺的 然后呢 也很孝顺的 然后呢 又很孝顺的什么的 然后先生呢就是爱玩 可是她又很负责任 那相配我的角色也是一种 综合性的那种那种激情 就表示说 这个妈妈很爱家庭 可是呢又爱吃醋 然后呢 又是会跟老公吵架 我觉得都是一种 人性的一种很自然的流露 所以我觉得 这个角色演讲就很过瘾 而不是说 只是中规中矩的母亲啊 或者是说 爱爱怨怨的那种形象啊 就是这个投射点呢 是非常奔放的 所以 大家给我鼓励 给我支持 一起来欣赏我们这个戏的演出 谢谢 请持续锁定大爱会客室 我们再会